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在讲课之前给大家分析一个案例 这是我们论坛的一个VIP会员他提的问题 他这个程序非常简单 也是一个POST登录我们经营论坛的这么一个程序 但是他的代码写的比较多 他首先提示 他首先就遇到一个非常郁闷的问题 他说他即使没有输入证券语码程序也会 其实登录成功 这是为什么 我粗略的帮他看了一下 他这个代码极有可能就是因为他使用了 WeInternet这套API 我决定早前在第二课的时候 我就已经跟大家说过 WeInternet大家在做POST的时候 他会自动携带一些Cookies提交上去 而网站是只认Cookie不认人的 他判断你这些Cookie登录上去了 有这些Cookie他就算成功登录 所以他这边 原先提问他没有输入证券语码也会登录成功 那就是因为他原先那个Cookie他没有做一个清除的处理 会导致他整个都混了 就是这个道理 后来我让他使用网页访问对象的形式 然后他跟我说网页访问无法返回登录成功信息 那就对了 说明是他自己写代码的问题 具体是什么问题我一下子也没有看出来 因为他对代码不全啊 我估计是密码加密方便问机 而且他的代码怎么说 他代码写的比较多啊 一个简单的登录成续他写这么多代码 我怎么说呢 这样给人看上去比较乱啊 同样同样的大家来看我写的登录成续 这是我第几课上次写的 然后我整理了一下 一共就几行代码 一行两行三行四行啊 核心呢只有四行代码 就完成了一个登录 这个其实并不难啊 这个然后这个登录我就不再讲 反正上次已经讲过了 今天我们主要是做制作一个简单的论坛发贴程序 也就是说Post模拟发贴 还有一个小功能 大家看我画的界面 我界面就画好了 这边我们要把它的用红信息给取出来 这也是非常简单的 首先我们打开爱人按机看一下 那我们又是老工具养成好习惯 Cookies清理一下 我们打开论坛 好 这边登录的吧 我就不去找了 包一朵容易乱 我这边先登录一下 不知道为什么 首先不能自动登录 我们再来试一下 OK那我们现在已经登录了 这些包我们先不去管它 我们看一下哪里查看个人资料的 我们先签一下到 本来它不给钱 本来它不给钱 哦 捏这码 OK我们再跳回去 我们这边先不记录 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查看资料 在这个页面我们先把这里关掉 点击一下个人资料 就在这里 OK我们去击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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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击 那它这里一下子就全部有了 那我们就直接在这里 在这里金币 金币33枚 它这只是显示一个 类似表格的东西 并没有显示出具体的值 我们来找一下它具体的值 33 那具体值在这里 这个我们可以用什么 这个我们是不是可以用正能表达 现在评论出来 这个我们积分分享 我从交易币这里开始 这个我们通常做法是先复制这一小段文本 观察一下它的编码是GBK编码 GBK编码语言可以直接读出来 不需要我们手动转码 当然是来到会心这边 我们把预测试的文本复制上去 然后我们 用两个字表达试就可以了 一般比较通用的表达试就是点心问 点心问代表任意不带话和服的内容 如果你不了解或者说正能表达试实在学不会的话 你就死记 死记这个正能表达试 取一下皮片文本 基本都取出来了 我们看一下如果我们选择全部然后复制的话 它会不会取出一些我们不要的东西 它果然是取出了 如果我们这样匹配的话 它会匹配出一些我们不要的东西 那我们怎么办呢 看一下什么解决方案 这里我们就采用一种比较透懒的方式吧 到时候我们直接用取文本中间 取这里的零点 零点这里开始一直到后面 把它中间取出来 然后我们再用正择 那我们把这一小段 这小段我们这个文本先记录一下 那我们直接在代码里记录 我们获取信息 我们在窗口窗截完毕这里再写一个 获取 用户信息 大家写程序的时候 尽量像我这样 把功能都另外写一个子程序出来 而不是说 直接在窗口窗截完毕下面这么写 我个人是不推荐这样的 那开发大型项目都这么搞的 很单纯的一件事情 然后我们首先这是一个GET地址 GET这个地址 但是GET的时候它有个UID 我们看一下这个UID怎么取出来 好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看看我暂停了一下 这个UID是不是在首页可以取的 那么首页的原代码里就有这个UID 是吧 那我这个号的UID 这个号UID是多少 看一下 141426什么东西的 还有一点起来有些问题 不管它 我们来找一下 你现在找到一个 找到这些 我都感觉好像 虽然找到了 好像不太可靠 我现在找一个可靠的 就是这种地方 这种隐藏表单里的UID 只是最可靠 这个UID 那我们就可以把前面的代码改装一下 前面登录的代码 我已经想了 就是被我简单改装了一下 如果登录成功 我们给它反馈一个UID 如果不成功 它这个取文本中间 依这个命令 也是我们快点的这个命令 会自动反馈一个空文本 那它取文本中间 分别需要三个内容 一个是完美人文本 一个是前面内容 一个是后面内容 前面和后面内容 由于包含了这个引号 如果我们自己写的话 用要用那个潮量紧引号去写 所以我直接放在两个潮量里面 UID前和UID后 那我们操作起来就比较方便 好 现在我在给它测试登录开箱 OK 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这里可以建一个 程序机变量 我们就要集UID 它是文本型的 然后 我们让它等于这个 它这边好像是显示哪个地方 区域 这边多了一个区域 然后我们这里给它判断一下 如果GUID 等于空 我们登录之前 因为这是一个程序机变量 如果别人多次登录的话 程序机变量 是不会被覆盖的 我们登录之前 先把这个GUID等于空 给它复个空纸 然后如果GUID等于空的话 我们给它买个新情况 登录失败 这么简单 OK 我们 我刚才在看这个UID 获取UID的时候 顺便发现 我们其实获取积分 根本不用去那个地方 我们获取积分 直接在首页这里 也可以获取的 它这个 Discuits的首页 它用了这个Ajax 一步加载技术 我给大家刷新一下页面 我刷新一下页面 其实我们会登录 我们再登录一下 这个好像有些问题 好 我们把这些缝 早三万缝毛全部清空掉 然后我把鼠标移到积分这里 大家看到 它这个页面是一步加载 并没有一下子加载完 然后我鼠标移到这里 我们立马可以看到这些信息 是吧 但是它同时加载了几个网页 我们来看一下它网页反馈内容 一开始好像是一个图片 不知道什么 主要是这个 大家看见没有 这个风包里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 只显示了啊 风向值等信息 这就是这一个小窗口 它页面通过一步加载 加载出来的东西 那我们直接可以通过访问这个地址 就可以能做到了 我刚才把这个地址复制过来 看一下这是我们一块需要访问的地址 我们看一下这里面有什么值啊 这里面并没有这个UID啊 是不是说UID不用了呢 这种UID这种东西 我们还是尽量取出来比较好 我们汇取用户信息之后 还是写一个证则 这个证则我刚才已经写完了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 为什么要这么写 首先预测是文本 它是这么一段段 这个换航符是 这个回心注射自动换的 我把它放大 大家可以看得好一些 它是这么一段文本啊 前面这里是统一页的是分享值 然后后面大家这边要注意一点 它后面这边6 然后大家再看后面这边7 它不是固定 但是每次都是一位的数字 所以我这边用一个 寫杠一个D 表示一位的数字 但是这边没有用字表达什么 那比较难的一点就是 它这个后面 大家看到它这个后面几点 然后后面又是个新的文本 它这个正好在末尾 它末尾没有什么标识 它末尾如果有标识的话 我们是不是又可以写一个啊 这个点心位 然后后面跟着它标识就可以了 它末尾偏偏没有标识 你怎么办呢 这边先写一个字表达事 然后它末尾都是呃一串数字 然后以一个汉字结尾的这种特征文本 是吧 然后我这边就可以这么写 这里这个表达事啊 如果不知道的话 你就死记录 表示一个汉字啊 一个汉字不是几个汉字 表示一个汉字 那前面呢 一杠D加问号表示一串数字 那一串数字加一个汉字 就过成了它后面几点这个 然后加上字表达事 然后我们去评论文本看一下 是不是两个都缺出来了 交一笔多少 非常简单 那我们首先来个呃 看一下它这是神编码的 把gbk编码 直接解码 这个还是给它平立点 先来个 转回 我里面直接用英文吧 用英文 因为中文太慢了 同时它这个证则里面有漫号啊 这种证则 我一般推荐给大家 也还是放到潮量里面去 证则里面有漫号啊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我先表达发挥内容去 证则里面有漫号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我先表达发挥内容去 我反应用s了 它这个gbk编码我们直接可以读出来的 然后我们现在新链一个圈 这个叫智能百合式内 那一点创建 正在表达是文本 预备搜索的文本 ok 我们这下面这几个这么填好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 再来一个 不用了 我们不见变量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代码应该怎么写 我们是不是首先应该用一个g次循环 呃 g次循环 循环几次呢 他真的把它是取到了几次 我们就循环几次 是吧 去学习数量啊 然后g次循环 我们新建一个变量叫n 然后我看一下 那个标签 我们尽量还是 把这个 该改的标签名字改好 你不要搞个标签三啊 这种小项目感觉不明显 你项目做大了 这种大项目 你搞个标签三 你就感觉吃力 标签三标签四 这你自己知道 首先加他本身 这样 一个点去 自批评 去自批评文本 自批评文本 一共有两个参数 第一个是他负负 第二个是他自文本 这个所以 他负负就是我们的n 他就是我们这里的这个 这个区号 而他 子文本 他就是我们这里的子文本 第一个子文本 第二个子文本 同理 我们是不是这边 就很好写 直接就复制过来 这个改成第二个子文本 然后加个换行符 不用啊 OK 我们这样就写完了 我们保存一下 看一下效果 大家可以看到 这边就已经显示出来了 这非常简单 OK 那我们继续下面一个 就是我们的发电 首先是抓下包 我不知道这个论词 他好像有一个问题 我就刷新一下老师 显示我未登录 不知道为什么 不知道是我人软器的问题 还是人品问题 可估计是人品问题啊 我们去这个叫 哪个地方 有个地方 有个地方 新人报到的 好啊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由于时间关系 我也没找到那个 新手签到的地方 在那是什么地方 我们就不给论坛捣乱了 我们 把它改成回贴吧 随便找个贴子 打开 来刷新一下颜面 抓一下包 看一下 登录了 这论词器有问题 不知道什么的 我们回复一下 这回复我们最好是 加达一些英文字母 不知道会不会当灌水 封掉 然后他这边有个问题 这个问题 大家可能知道 这个问题其实是 他形同虚设的 是吧 他竟然能带来这个问题 说明他问题答案 肯定在网易员那里有 我们选择换一个 然后大家看到 他这边的加载 然后我们点进去 看原码 是不是 全有了 那么我们一会儿 只要访问这个地址 我们进入一下 这个地址 记录一下 获取 获取 获取答案 获取问题的顺点 我们同时获取答案 这论坛的机制也是 行动虚设 还有搞验证码的话 别人还搞识别 你搞成这样 这太简单了 很容易就绕过了 我不是让大家去干坏事了 OK 我们给他回答一个吧 反正答案就在网易付帽里面 我们给他回答一个 报表回复 抱歉 你贴写内容包含不良信息 这英文字幕好像被检测出来了 这是不良信息 那算了 不搞英文字母 OK 这下没有不良信息了 怎么没有啊 提示成功了 怎么没有呢 把这包软件 看一下它这个 破碎提交 发表成功 我这边把页面刷新一下看看 然后说我是不是由我人品出问题了 果然 有显示未登录 我登录一下看看 这是我们刚才回复 我们找到这个破碎包 把它的破碎地址 这是一个破碎提交 破碎地址和破碎数据全部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它的破碎数据 把这个符毛给大家领存文一下 出几篇第七课 课堂红包 破碎数据我们在留这边看 这么一大船 复制一下 这个灰心我们暂时关掉 我们写到上面去 换句答案 首先我们来观看下它这个破碎地址 破碎地址里面包含哪些内容 我们来看一下破碎地址里面 TID我们知道了 有个FID是什么东西 我们来找一下 我们通常找这些位置数据 通常都是去首先找FID FID FID等于98 这边有个等于号 好像这好像是JS的 等于98 我们可以再往下找一下 这又有个FID 应该有很多种FID等于98 发表贴子的FID等于98 你们再往下看 再往下看一下 原来我说了我们取这些FID 尽量是找有表单里的这种FID 我不要说随便找这个FID 我们看到这边有个表单里面有个FID 但是它这个是SRF可能是一样的 我们姑且可能会认为一样 但我认为这边好像更可靠一些 这个可能 这个更可靠一些 那我们一会就这么取 就取这里 98 这是板块ID 那就是说它板块的这个ID FID FID TID我们刚才如果成功登录的话 就已经有了 后面这些参数 我们先不去管它 嗯 这来看应该是固定的 好 我们先写一下吧 Post数据我们先不管它 我们先写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个这个页面 这个我们先复制过来屏蔽掉 这个页面是这里 看它注意一下它的编码是gbk编码 那我们不用转码 再用网约防网S 导文本 我不是导文本 我不是导文本 ST2 等于 网约防网S 哦 这边先写一个子程序 要发帖 要回帖 回帖 需要一个参数叫帖子了 地址 地址 文本 然后我们这边直接就这么过来 就可以了 那代码全部复制一下 搞到下面来 我们这种功能的程序 尽量不要写来 直接写在按钮下面 啊 这里直接换成帖子地址 然后我们这里写一下这个 回帖 帖子地址和回帖内容 回帖内容 好像它也是文本型 啊 返回一个逻辑型吧 返回的是否会去成功 哎 经常如果是做批量的话 它可能有一个 哎 有一个叫什么 频率的限制啊 一会给它 回一个这个 啊 回一个这个 往下保存一下 再下来写这个 回贴这个程序 首先 这边少一个按啊 首先我访问这个 取到这个以后 我们先把FID取出来 啊 因为FID是我们这个POST的 铁匠需要用到的 啊 FID还有一个TID 还有个SEXTR 我们看一下 毛里面有没有 没有的话 我们姑且先不去管他 一会测试一下 就知道了 我是否倒序浏览 也有 啊 我们姑且先不去管他 是不是倒序的 嗯 然后看一下 这个呢 大家用取误本中间 你可以 证则也可以 这边还是用取误本中间吧 这是前面的 FID前 FID FID前 FID 后 我在后面是 后面 FID是这个 FID后好像跟哪个后 重复重复的文本 原本都是Value 然后后面什么东西的 好像跟这个UID后是重复的 理论上说我们也可以用这个UID后 但是我不推荐这么高 还是重新建一个这个潮量好一些 FID 然后我们来一个局部变量 然后我们来一个局部变量 FID 文本型 FID 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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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文本 中间 E 完整的文本是 ST 然后前面文本是 FID 前后面的文本是 FID 请FID 后 这边是逗号 OK 所以我们先调试输出 看一下这个FID 有没有局势 那我们直接这边给它来暂停看一下 下断点看 回贴具有返回意义 但其实没有返回 那随便给它返回一个 OK 先登录 这个可能 往这也先卡 登录好慢 啊 刚才往这也先卡 我再停了一下 再登录 然后我直接测试 这里FID 没有问题 98 好 我们继续 取到这个FID地址以后啊 我们就开始做这个 破碎即将了 我们再把这个答案获取一下 答案 我们先建一个别人 等于 保问 S 这个地址 嗯 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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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新建一个这个变量叫文变形 然后我们这边会许当然我们看一下 他这个还是用正泽表是来写好一些 或者还是用曲纹本中间吧 这个好像没有必要用正能表达 这时候我们再看一下他的post的内容里面肯定有答案的 反正对今夜分析大家看这URL编码 这个message就是我们回复的内容 不相信大家可以采用我模块里面的URL编码命令去编码看一下 没考虑到时间问题我就不给大家编码了 还有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问题答案EC300.cn 但是它比较特殊 如果你是中文的话 它会进行URL编码 如果你是英文的话 它就不编码了 这种编码比较特殊 没有关系 或许答案这边我们用一个正泽 这边我们单独写一个字程序 看得清晰一些 OK 获取答案 返回的是文本型答案 答案等于或获取答案 OK 它就有没有自动联想 获取答案 我们新建一个 然后我们再来一个 嗯 返回 取文本中间 一 然后我们这边取文本中间一 先被写先搞 然后这个要经过URL编码 URL编码 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 什么 不是有TF-8的 我们就空 不编码数字 这个我们把它稍微帧 然后一编码的文本是这个 取文本中间 一 那次铁 我们先把这个写好 我们来看一下 它这个是这个 前面的是这个 然后 后面的是两个 然后就把后面的一起搞进去 我写到这里 我们再检查一下 它答案有没有回去到 我们看一下它的编量表 答案 获取到并且是已经被编码过的 我们可以复制下来用URL编码看一下 它等下FID也可以获取到 这些都是不需要登录就可以获取到的啊 那我们不去解码这个答案了 然后 FID有了 答案有了 我们进行 正式进入这个Post提交 Post提交 我们看一下还有什么参数啊 还有一个fromh 我们要把它取出来 页面的哈希值 Post提交 这个我们可以取现行时间 这个不要去理会它 啊 我们直接用get提交 他们就可以了 好 剩下这些东西 我之前我抓两次猫都看过 都是固定的 不信 大家可以去手动抓一下啊 还有一个fromh 我们要把它取出来 页面的哈希值 哈希 我们本心 总共要取这三个东西 FID 帮我们哈希 还有一个 TID我们刚才已经有了 我们哈希 等于 等于什么 我们也可以用全门中间 这个东西首页里也是有的 啊 这边就有 那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用表单里的 我表单里的只是他老是那个 我这次就用这一句话 表单里的他老是有那种引号搞得我们要用那个常量 这次偷下小两 我用这个了 全本中间啊 看前面的是这个 我们看完后面的 后面的是紧引号 我们直接用紧引号 引号 我们暂停 再次暂停看一下 看一下变量表啊 formhash formhash要取出来不对啊 我们这边 这个东西好像是只有登录以后才可以取出来的 我们先登录一下看一下 那我们来看这个 formhash 这个对了 我们只有登录以后才能正常取出来 OK 那该取的都取到了 我们最后才是进行这个 poss的回天 这是最关键的一步啊 成败再次一举 TR等于网页访问 他也是GBK编码的 然后他的 他的地址 你整个付过来 FID 我们把它替换掉 反正我们跟前面会取到的FID TID我们把它也替换掉 反正我们自己的 那我们前面会取到的这个 这个TID其实我们就是我们的UID 啊 那我们这边好像有一个什么错误 找不到指定的变老名称UID 那UORG UID UID 144267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破测TID里的 那这次失败的也有所谓 那去看一下那个成功的 哦 这个TID不是我们的UID啊 我搞错了 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TID从什么地方找 TID 通常这种什么TID UID之类的东西 我们首页里都有啊 所以我们也不用怎么说呢 过关区担心找不到 因为不难啊 POSE的处具 无非就是找各种处具啊 TID你看这边就有了 都是非常简单的东西 没有一个表单里有的嘛 都是这里有啊 你找这个东西 算是说都可以找 紧张地找 我个人比较喜欢找表单里的可靠一些 找不到表单里的 我不浪费大家时间了 随便找一个地方找TID弄出来就可以了 找这里这里不太好取 TID 这个TID每个地方又不一样啊 好像就这个地方比较可靠 就在我们这里FID这里 好 那我们就用这里吧 一个 这里其实我们可以写个正则啊 早知道这里写个正则啊 FID和TID都取出来 一次性搞定 我现在麻烦 TID等于 然后后面一个单以后 我们还是回去再找TID取一下 还是新建一个 TID TID文本性 为什么要取TID 你才有可能 这个TID是 呃 板块ID或者怎么样 如果我们不去取它的话 可能跑到别的地方去 啊 就不能用了 包括这个EXTI 但是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还有可能 你如果写固定的话 就可能只能针对这一个贴子回复 我们 所以我们一般比较谨慎的做法 就是 能取的都给它取出来 嗯 这是它完整的 它后面的是这个 TID 完整的是ST 我们可以这边再暂停看一下 下个端点 执行到光标处 微量表 TID 啊 TID这边有问题 取穿的不得金 怎么办 啊 这边还是索性用过正则吧 实在是看不下去 我先把它暂停一下 把它写一下 这些课有点 有些长了 好啊 我刚才是花了一点时间 把代码捡一下 这整个会贴的功能 嗯 嗯 代码 代码虽然说比较多 取的值比较多啊 嗯 像这个TID FMH FID 还有这些东西 Pose and Time 什么的 全都需要取出来 嗯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风包 装包我就不再装了 我们这个基础Pose 大家注意一下 它有个提问 看一下 啊 它有个提问 我们需要把它这个答案取出来 然后进行UTF8编码 然后给它传上去 那取材这个答案的 这一个风包 甚至一个get提交啊 get提交里有一个参数 是会变化的 大家注意一下 两个参数是会变化的 那总之我们Pose的基础Pose 并没有清晨到JS 这个JS计算方面这些东西 当然如果就像我说的抓两次包 观察有哪些数据是变化的 把变化那些数据全部用这个 啊 全部在这个玩意那里找下 基本上90%都可以找到 然后我们用这个取问本中捏1 然后就可以取出来了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这个 这边的写法是用了 因为它可能参数嘛 总共有1234567 789 整整有9个网页圆满里的东西 需要我们取出来 这里我都是统一用了取文本中间 都是在网页圆满里的 除了这个TID 在TSD之里就有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我取文本中间这个命令 我就不再重复说了 这就是把一个文本的前面和后面去调之后 取它的中间啊 不难的 然后这些我都是用了常量啊 全部都写写出来了 正的表达是我本来是想用正则的 后来感觉用正则不太适合 太乱了 大家可以看到我这边取都是取表单里的值啊 如果不是取表单里的值可能会变化或者不稳定 咱尽量取这些表单里的值 input是表单里的编辑框的意思 然后我们把这些该取的东西都取出来以后啊 然后我们最后这里进行一次post的提交啊 把我们刚才取的这些参数全部带上去就可以了 回复内容是经过UTF8编码的 它这个回答问题这个答案的编码 大家注意一下 它这个答案的编码是不会编码文本和数字的 如果你把文本和数字的也一起编码进去 可能会出现问题啊 可能也不会 但是尽量不要这么做 然后我们最后的寻找文本 如果它发布成功回复的话 就会有这么一个啊 提示我们这个回复成功 这个 回复发布成功 最后其实这么一个东西 我们希望寻找文本就可以 非常 当Costco判断出它是这条回复是否发动出去 这些东西虽然说不难 但是大家做的时候心一定要细啊 虽然说不是什么 但是取的东西比较多 大家可以看到 所以做的时候一定要心细 错一步就会导致你的整个都错 我做这个东西 我中间也是错几次偏差的 就是因为有时候 虽然说你会可能是因为初心的关系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 一定要细心啊 慢慢来啊 一个个该取到参数都取一下 好 那这节课我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